龍潭科學園區三期廠房林立 台積電原先規劃要在這裡新建設廠 使得龍潭房價從原本單價七萬 十年來飆漲到將近二十萬 漲幅高達將近百分之一百五十 但是龍潭科學園區第三期庫建工程 百分之八十八都是私人土地 因此居民抗爭不斷 今年第一季房價大溪新屋觀音 房價持續上漲 只有龍潭下降跌回一字頭 如今台積電正式回應 放棄進駐龍潭科學園區第三期 房價勢必又要再往下跌 未來的房價當然漲一定會有所限制 跌的話我覺得應該不會影響太大 真正影響到的話應該是那些投資客 為何房價如此重要 畢竟許多人工作一輩子只能買一棟房 最新的資料發現 房價高低竟然跟生不生孩子有關 用租的可能生活品質會比較好 然後生小孩的話 可能就完全沒有辦法 離開台北市的話 會不會是說其實日子會過得比較好 或是可以房子會住比較大 但是因為真的是也是會考量到 你自己現實的生活圈的問題嗎 根據統計2013年的時候 全台初出生率最高的分別是 連江縣新竹市金門縣新竹縣跟臺北市 初出生率在百分之九到百分之十三點零四 經過十年2022年 初出生率最高的變成彰化縣桃園市 澎湖縣連江縣以及新竹縣 出生率只有在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之間 房價飆漲比較快的區域 它相對而言的話 可能在財務上面的規劃 它就必須要去做一些取捨 那也就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到出生率的表現 房價越來越高的縣市 似乎出生率就是上不來 但是人口越少 房價絕對撐不起來 未來不動產市場勢必會面臨嚴峻挑戰 記者周天杰 劉志載王毅仲 台北桃園報導